謝謝各位 各位媒體記者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我們想要大聲的呼籲我們新的柯市長 在他任命的文化局新局長來了以後 可是這個舊瓶莊的新局長 完全是沒有好的作為 在這些古蹟在這半年之內 所有的這個破壞跟前朝的那些弊案 使這個古蹟造成今天這樣的結果 居然我們有法不一 我們前朝是違背這個文思法 然後把這個古蹟的修復 跟古蹟的管理維護 是用非法的方式去授權給一個叫做 既視公益成立委員會 然後最近呢 他們在這個文化部的這個券刊以後 這個決定說要這個結論是要緊急修復 結果他在公文的組織上 他竟然把他篡改成是這個 是這個 要他們拿出這個 五級修復再利用計畫 舒途的審註這個送審 這個瘋然這樣子的涉嫌這個貪 這個違法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失望 我們希望我們的科幣市長 不要被他們蒙蔽了 被這些舊的官僚 這個愚弄的這個新的局長 居然可以這樣做 實在無法無天 感謝各位 好 謝謝陳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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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